金正恩拜访习近平这次不寻常,金正恩专车在护卫下进入北京路透社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中美贸易谈判之际来到北京,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两位领导人五年不见这一年来连线四次。 这一次有点不寻常让人偏偏选在这个时候,举行峰会有许多疑问从北京看。 现在正是一场忙碌的时候,特席会达成的贸易战临时休战九十日,大线还剩下不足两月。 中美代表在北京谈判震撼,如果没有结果,特朗普将在3月2日,把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由目前的10%提升至25%考虑。 到目前中国经济情况比较差的现状,这一局面,将难以忍受除非自力更生。 但后者很不现实从平壤方面看金正恩表面上得一春风自从打破闭关锁国局面。 先后与韩国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峰会,尤其与五年不说话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重归于好之后。 如果不算朝鲜人民生活过得不太好,应该说情况总得不错,但他头上也有一个紧箍咒,就是他向特朗普承诺的去核化,不能老让特朗普等下去特朗普等不及了不说。 关键是金正恩知道本国在国际经济制裁的局面下,根本无法实现,他要振兴经济的雄心壮志朝鲜,一天不开始去核化。 国际制裁一天不会取消眼看眼,第二次特金会又要召开了与美国头把交易做在一。 其谈论从政治上,外交上当然是金正恩有所斩获,但最后要交出的答卷就是去核化。 美国要金正恩拿出时间表金正恩这时候来到北京有人形容他是到北京取暖,寻求支持。 无论如何朝鲜的经济困境,是现实他希望得到北京方面的切实支持。 同时他还要留有一手万一,与美国谈判破产至少保持与习近平的血蒙关系。 对朝鲜只有好处而且现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也不怎么样中方也需要朝鲜。 从这个角度,有人把习近会又称之为抱团取暖金正恩,对习近平此时对他的需要心知肚明。 他来到北京一下,就把中共在朝鲜问题上的关键作用,凸显了出来这一点。 北京希望特朗普看得清楚,万一美中关系,败坏中方在支持联合国制裁朝鲜方面稍有懈怠。 就恐闲恭敬气了,而且自去年6月,新加坡让世人耀眼的特军会举行以来。 续合话仍然停留在口头丝毫没有进展美方,很着急至少美国媒体多有这种看法。 他们认为,金正恩此行有多重目的即希望减轻或者解除国际制裁,也希望为第二场特金会,做好预备金正恩,这次与特朗普对话,至少要拿得出一些东西。 拿不出也得拿出一些有力的根据否则嘴上很甜的特朗普,恐怕是绝不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 甚至有可能加重另一方面,从表面看朝鲜去核话语中。 美贸易战毫不相干,但在北京看来,如果中共能够使得朝鲜在核武问题上,向美方做出让步。 美方也有可能在经贸问题上,对北京做出让步况且特朗普一直以来,一直堆吐中共在朝鲜去核化方面,尽最大努力为此。 特朗普甚至不惜表扬,北京已经做得不错,华盛顿邮报引述专家指出,金正恩此行旨在直接向北京陈述如果南北还签署正式和平条约。 一定要把当年参战的中共包括在内纽约时报的分析更直接。 认为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使得两位领袖有机会面对面协商共同策略。 以应对第二次特金会金正恩,要寻求习近平的意见,也要强调平壤与北京的同盟关系。 该报认为,朝鲜半岛议题,可以增加中方的分量,使得中方在贸易谈判中多些筹码。 韩国亚洲日报也认为,中方在中美贸易协商的关键时候,接待金正恩。 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其对朝鲜的影响力北京大学学者梁云祥的看法是,中共在间接地告诉美国朝鲜这个问题上,你离了我不行,只有我配合你才能解决。 所以如果你在贸易问题上,对我不断施压,那我在朝核问题上,就配合你少一点。 据说1月8日,是金正恩35岁生日,金正恩,选择来到了北京。 习近平隆重款待他两人向世界上演了一场哥俩,好其实背后各有各的打算。 有分析认为,金正恩小兔翻枯变化,无常不是个可以轻易利用的主你利用他,你得付出代价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也不能保准能打好这张牌。